好部長想請教一下昨天我們張教授有說約20%的死亡個案是放棄急救 然後他也有強調說相對比例的人是可以救的 其實救的回來這句話 可是卻讓有一些醫師陳至今呢就忍不住批評說 這對於醫護和家屬來說是再度的打擊 而且會讓他們相當自責 我們指揮中心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蔡總統有點名說 台北的疫情現在還是特別嚴重 似乎亦有所指點出疫情其實有一點無法控制 可以再幫我們說一下目前台北的狀況是怎麼樣 第三個問題是蘇院長跟部長距離接種第一劑的時間 其實已經過了三個多月了 那我們有沒有計畫說我們什麼時候會打第二劑 那會不會擔心說如果已經過了第15週 這樣保護力會有減弱的情況 謝謝 第一個我想昨天張教授在說明這個 只是說有一定比例 今天是17.8 是有簽DNR 那只是跟大家講錯 有這樣的一個事實 那當然我們這COVID-19在重症的時候 然後在最後也有很多的高齡 那本來的一個DNR就有相關的一些倫理的規定 都有非常明確的一些規定 那家屬 或者有時候大部分在用DNR 大部分都是家屬 跟醫事人員 就有專業的意見 那選擇生命的最後 其實這裡面大家都知道 我們從最早的一個 安寧療癒 安寧 然後再過來DNR 那再過來我們現在病人自主健康權利法案 都是在強調一個 就是在死的時候 他的一個生命的價值 每一個人的選擇 都不一樣 那每一個人的選擇都要被尊重 那這是 我想這是一個在DNR裡面的我們的 一個看法 那DNR在臺灣實施的不錯 都經過非常嚴謹的一個 醫病之間的一個討論 那做出來的決定 那大家就是要來接受 這樣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相信那時候並不是就是說 這些人是救的回來 故意不救了 只能簡單這樣子說 這是一個經過DNR的 嚴謹的手續 手續 然後做出來的一個決定 我們大家都應該要尊重